这是谁做的东西怎么这么神奇 看起来这个样子好像很给力 怎么这么厉害 它是震撼我的心 借我玩一玩 让我感受它的神奇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会故事 最近在油管上看到 有一些博主在聊日本移民的话题 其中包括一些美国华人 因为对现在的美国制度 社会风气存在不满 于是在考虑另辟蹊径 寻找一个更合适生活的国家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 日本这个邻居确实是一个移民的理想国 中会是2005年到日本留学 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这边工作 一晃在日本已经住了快20年了 这20年的生活和工作经验 也让我对日本有了充分的了解 所以想做这期视频 给打算移民到日本的网友们一些参考 中会上大学的时候学过建筑 在日本创业的初期阶段 也做过房地产投资的相关业务 对房子的外观和设备设计 是真实的喜欢 所以想做这期视频 用专业的视角 带网友们一起来挖掘日本公寓 在设计上的那些细节 大家可以细细品味日本的人性化设计 已经发展到变态的地步 不过中会相信大家都会喜欢上日本的这种变态 相信网友们看完这期视频 移民日本的决心会更加坚定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看似普通的门把手 这里是主卧 门上安装了可以反锁的旋钮 注意看这个转动的小螺帽 上锁和解锁时它都在转动 秘密就在这个小螺帽上 原来可以徒手把反锁的门打开 这个设计是为了防止小孩反锁在房间内 家长无法从房间外开房门的情况发生 再来看看这个插座 怎么插不进去呢 原来需要转动半圈 这个设计也是为了防止小孩玩插座触电 浴室和卫生间是分开的 防止做出口业务时的意味影响到浴室 浴室有排风、暖房、干燥、桑拿功能 干燥功能可以用来烘干衣服 特别方便 控制键盘在浴室内外各有一套 在客厅还有一套 泡澡的水放号之后 会直接广播通知到客厅 日本人特别爱泡澡 大浴缸是家里的标派 不用担心泡澡时 浴室里的水汽太重 这个排风可以设定为24小时工作 这个淋浴花洒的设计非常实用 尤其是冬天洗澡或者给宝宝冲洗屁屁的时候 在主调节器把温度和水量设定好之后 可以用花洒上的开关 这样操作流出来的水有地 而且温度几乎不波动 注意这个亮红灯的开关 这是给洗漱台的镜子加热用的 防止水气凝结在镜子上 日本马桶都带洗屁屁的功能 因为习惯了这个功能 导致很多日本人不敢在国外上厕所 洗屁屁 冲洗马桶 调节马桶电温度 调节清洗用水温度的按钮 都集中在这个小面板上 采用蓝牙连接 这是一个位于客厅的通风口 冬天 家里比较少开窗 可以打开这个通风口 置换一些新鲜空气 上方也是一个通风口 只有厨房的排风打开之后 这个通风口才会自动打开 日本空调的管道 都会用这样的盒子套起来 这个小设计 可以让房间显得更美观 一般来说 日本的系统厨房都带洗碗机 因为有了它 饭后的烦恼消失了 终于有时间看新闻铃波了 接下来重点介绍一下厨房的煤气灶设计 点火之后 如果突然去忙别的事情 忘记关火 其实这也不要紧 因为这个煤气灶用温度感应功能 锅的温度升高到异常时 火会自动调小 如果要做个爆炒空心菜 可以先连续按这个按钮三秒钟 让它切换到高温模式 此时此刻 千万别走开去接电话哦 因为火力不再被传感器控制 如果要煲汤 可以用这个定时功能 倒计时结束 火会自动关闭 非常省心 这种凸起的装置 每个房间都能看见几个 原来它是烟雾感应器 如果启动了 就会自动喷水灭火 小伙伴们 在家里千万别在室内抽烟哦 这个控制面板 可以让你和大楼的管理人员 服务人员通话联系 另外也可以用于语音留言 平时家里来客人 或者送快递的 都是通过它建立连接 打开门禁的 走廊上设置了一些感应灯 不用再考虑开关灯的事情 特别省事 另外走廊上还设置了夜灯 传感器感知到光线昏暗时 它就会自动亮起 这个设计挺方便小孩和老人 晚上万一要经过走廊 不会有任何害怕的感觉 这是家里大门的锁 仔细看细节 中间有个小凸起 只有把它按下去 才能开门或者锁门 这个设计也是为了防止小孩 做一些不必要的开关门 这是家里的电控表盘 大家仔细看 除了总闸 对每一条线路都设置了保护装置 比如家里如果某个电路短路 或者超过了负荷功率 相应的电路会自动跳闸 但其他的线路还能正常工作 大门的锁 永远不用担心 没带钥匙的时候被反锁在外 因为它必须使用钥匙 才能完成锁门 或者开锁的动作 大门的旁边有这么一个隐蔽的小门 来看看日本的水表 电表和煤气表 是不是没有灰尘 布置的还仅仅有条 超表人员不用进屋打扰住户 这里是大楼的邮箱区 一般的信件和报纸 可以放在左边的邮箱里 右边是网购快递专用的 收货人不在家时 就把快递放在这种箱子里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取快递 按取键 然后用钥匙感应一下 如果有快递的话 存放快递的盒子 就会自动打开 这里是第二道门禁 来访的话 按防号 呼叫并等待开门 自己带了钥匙的话 感应一下就行 日本公寓的防灾设计非常多 这个是楼道里的排烟管道 即使局部发生火灾 也会给逃生留下更多机会 这里是放垃圾的地方 每层楼都有这个垃圾小间 任何时候都可以扔垃圾 这点是非常方便的 如果是住独栋小别墅 扔垃圾的限制就非常多 看看 逃生通道边上也设置了排烟管道 现在 就让我们看看日本大楼的逃生通道 电梯都停运的时候 就得走这个逃生楼梯通道 整个楼梯和大楼走廊是隔绝的 即使发生大的火灾 这个通道里也不会灌入浓烟 从大楼的每一层都可以走到这个楼梯通道 并最终到达地面一楼 看看 我又从逃生通道走回了公寓的走马 最后一个是关于隔音的设计 日本公寓楼层之间最基础的也是混凝土层 但地板不会直接铺在混凝土层上 而是采用悬空的方式 流出一个中空层 起到了非常好的隔音效果 而楼下的天花板也有一层中空的隔音层 所以整体的隔音效果非常好 从来听不到楼上的走路声 蹦跳声 另外日本是一个地震频发国家 公寓的抗震设计绝对灌顶全球 有耐震构造 制震构造 以及免震构造等各种抗震方法 这些看不见的设计也是建筑成本高的原因 但住着安心啊 一口气讲了日本房子这么多优点 但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没有讲 那就是便宜 和北上广深比 日本房子就是白菜价 当然东京都港区 千代田 中央区等核心区域除外 好了 本期关于日本住房的介绍就到这里 希望这些细节能给打算移民日本的网友 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欢迎订阅转发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